有人说台湾是过劳之道 这七人当中就有一人 不到30岁就过劳死 而且每个人在台湾 每个台湾人竟然年平均工时 高达了2124个小时 那我们就告诉你在新北市 有一位保全经理他也出面控诉了 说他们的员工超时工作 加班没有加班费 薪水更是比法定的薪资还要低 而且员工没有劳保 还被恶意欠薪300多万 39位员工联署抗议 结果部分的员工甚至遭到无端开除 我被气到脑中风 然后家里面经济都发生困难 几乎都没有办法过年 公司欠薪不发 担任保全公司经理的陈先生 控诉公司恶意倒闭 全份的工作奖金都没有进到户头来 陈先生控诉公司为了省钱压低薪资 有员工每个月工作310个小时 月薪只有2万6 换算时薪只有83元 比法定薪资还低 根本是间血汉公司 今年1月一名罗星员工车祸 才发现劳保申请不到 已经被公司退保 一查才发现多数员工劳保都有问题 有的高薪低暴 甚至有人离职了才加保 39名员工联署抗议 欠薪超过300万 结果部分员工竟然被无端开除 找上劳保局两次协调破局 最后只能告上法院自救 过程中还遭到黑道恐吓 一进到南山保全公司 然后就发现我哥哥被压了 小军建议是员工早就告我了 不是吗 所以我是开除他 我没有开除他 他们自己解释的 劳工局调查发现 这间保全公司 涉嫌违反五项劳基法规定 如果事实确定最高可开罚150万 只是双方各说各话 恐怕避免不了上法院解决正义